陈旭元 全名马思侯 是近十几年来信息革命衍生出的新生物种 拥有无与伦比的耐力 超越时代的智商 望穿红尘的苦皮像 以及低于人类平均寿命等显著特点 各位客官不要误会了 其实本官想说找个陈旭元老公 真真是极好的 起码修电脑的时候不用去松岭了 道三角咪风眼 全歼小沈阳 二兄朝天比秒灭福尔康 眼下无我俱惨 黑欧罗志强 夫妻废骗成完败胡言兵 玲珑招翁尔叫板大S 西剑吹炒发 傲视安琪炫 十全寡妇脸 砸上壁服劍 上肠下短身 喜剧曾志伟 帕金森勾勒贝 绝杀陈冠西 男嘉宾愣是用张寒韵的身材 直升起一整坨腾格尔的气场 我叫梅春荣 人才梅老板 一副粗灰光的眼镜 一副凌乱的发型 扎在裤子当中的衬衫 和一次向外公借来的皮带 这就是我 一位转建工程师的标准造型 对此小编我想说的是 正如同样是昆段子 帅哥说他是董幽默 丑男说他是性丰饶 蓝眼耳机是个例外 因为我还是个商人 有很多别人 还有三四个动脑子呢 电脑你知道吗 我现在在机场附近 经营一块停车厂 他是第一个在淘宝上 卖停车位的 很有经济头脑 大家都在猜测 我的年生又到底是多少 是50呢 还是100 看完VCR中 哥的这段伪炫富 矫情杜白 小编的第一感觉是 呵 你要是长不出一枚 刘德华的脸 就请别带蓝眼耳机啊 坦白的说 乍一看我真的以为是注定器啊 对于哥的年收入是50万 还是100万 这个极端调戏小编智商的问题 寡人想说 寡人小说 昨晚凤姐问证 他长得更像张帆宇 还是徐若萱 炫富的道路 永不止步 因为我个子比较矮 只有选择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大的大的大的 我从来不穿小鞋 手机也是最大号宅 如果将来买车 我肯定会买SUV 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 可是没有钱买 现在家里都是连环画 价值超过15万 朗娜切拉指一算 嗯 用筋卖了的话 扣请黑木耳吃一顿 七家湾牛肉锅贴了 求爱的神迹 文质流梯啊 我对女朋友有个要求 希望是1米6以上 当我拉着你的手 或者晚上你胳膊 在街上走的时候 我的回头率是100% 关于女友必须高于1米6 这个要求 是否过分的问题 寡人教的 他的评论标准 取决于提出诉求的人 是看成江 还是阵源上 以下测子线上证明 对海拔要求 没有上线的男人 在现场演绎的 远没有下线的走秀